主料,猪肉250克,冬笋900克,辅料,油,盐,花椒,大料,葱,姜,老抽,黄酒,冰糖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将冬笋去皮靴去老根,切成片,下锅里煮几分钟,煮好好过凉水,控较多余的水分,将煮过的猪肉切成小块, 锅里下少许的植物油,放花椒大料葱姜片,爆香后,倒入猪肉快翻炒,炒至猪肉变得微红,加适量老抽,翻炒水肉快上海,倒适量黄酒,加冰糖,倒入适量的清水,莓果猪肉,小火炖20分钟左右,倒入碎片,加适量粘条味,炖20分钟左右,如果汤汁还多的话,就大火收下糖, 烹饭技巧,顺便要吞烫下才好吃,目的是去除色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